历史悠久的乌鲁木齐 是古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路 公元前一世纪 西汉政府就在这里设立了西域都护府 1755年 清政府将这里正式定名为乌鲁木齐 这个叫做红山的地方 听说是乌鲁木齐市区以内交通最为便利的地段 无论想去哪个景点哪条街道 从这里坐车都可以直接到达 而且都是很方便的公共汽车 哪怕是要坐飞机都行 所以要住的话最好就选这一带的旅馆 冬季来到乌鲁木齐 父亲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风光 而且还可以节省不少的旅行费用 你好 你需要住宿吗 我要一个标准间 我们标准间现在是四折价 140块钱 要如果连续住7天 我们可以连贴 这是你的房门样式 你的房间在326房间 嗯 我就能给你一个房间 其实我给你一个房间 都要是一路 我就不擅长 当然 我只能按摩 身边在426房间 但是您现在可以 我可以把这个房间 把这个房间 我给你一个房间 我给你一个房间 如果因为我给你一个房间 那我给你什么房间 我给你一个房间 实际上看到这座宝塔 知道它叫红山 是乌鲁木齐市的地理标志 但没想到它的高度离地面 最多也就是20多层楼高 不过这里可以看到 乌鲁木齐市的全景 但是冬天上来经常 从前的新疆可不是旅游圣地 而是一个流放圣地 很多有名气又有骨气的人 得罪了当时的皇帝或者是奸臣 就有可能被流放到这里 像林泽徐还有纪小兰 这是为了纪念当年纪小兰流放到 新疆人特别建的月威草堂 但看起来里边什么都没有 而且光顾的人也极少极少 倒是那边挺热闹 滑冰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一项户外运动 每到冬季公园的湖面 学校的操场都会变成理想的滑冰场地 这鞋道这么长 寄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一般来说把它寄紧 寄紧以后在后面拉一下 一般来说它 你如果上次看他们好多人的 像那种绑刀吗 容易把把靴勒住 靴也不循环那样 靴也不循环是吧 这鞋为什么要寄这么紧呢 不是他不说寄得非常紧 就是穿上以后脚在里面要舒服 跟脚 要跟脚 那如果松的话 在滑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如果松了 它滑起来 在脚在里面打晃晃 打晃晃以后你就容易摔脚 新疆人的热心肠 似乎是与生俱来 只要你开口 就一定会有人帮你 但只想滑好鞭 他就三句话 第一次是大幅度测登兵 刚开始就慢慢走 不要着急 慢慢走 一步一步滑 一步一步 滑稳当 虽然说我有滑汉兵的基础 可第一次在真兵面上滑心 还真是有点觉得没面子 老板爷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七十五了 那您滑冰滑了多少年了 滑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 要是您这么大岁数要摔倒了 会不会受伤 摔不走 哈哈哈哈 小朋友你几岁 我十岁 十岁 好 上学的成绩好 还是滑冰的成绩好 滑冰的成绩好 滑冰的成绩好 在这里不管是中窗户的老人家 还是中小的孩子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你的师傅 来新疆逛八闸是一定不能错过的 八闸在汉语当中就是集市的意思 早就听说乌鲁木齐二道桥的八闸最有名 凡是来乌鲁木齐的游客 都会去二道桥逛逛 我去二道桥选择的交通工具 是城市观光巴士 这种城市观光巴士 是近年才出现的 和其他城市不同的是 乌鲁木齐的观光巴士 是在公共交通的基础上发展的 不仅可以让外地游客浏览试容 同时还可以满足当地人的出行需要 票价也十分便宜 观光巴士的车身 全都是木头制作的 上边还布满了充满民族特色的花纹 成为了乌鲁木齐街头 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二道桥一直是乌鲁木齐的民族商业中心 在这里一来可以领略民族风情 二来可以品尝风味小吃 当然最吸引人的就是可以选购新疆特产 而且国内最大的巴扎 不久前也在这里建成 新疆国际大巴扎的建筑遵循伊斯兰风格 采用砖石工艺建筑而成 整状建筑都是以黄色为主色调 在涵盖了现代建筑的功能性的基础上 更体现出民族特色和地域文化 该刀长4.07米重373公斤 他们把这个玩意叫做英吉沙小刀 我见过刀可没见过这么多的刀 老板 老板 您这刀怎么卖的 哪一个 这种小刀 这48块钱 这么小的一把刀48块 英吉沙小刀是维吾尔族的传统手工艺品 因为产地是在喀什的英吉沙县而责名 在近300年的生产历史上 一直以钢口锋利 经久耐用 造型独特而组成 这刀大小啊 形状样子不一样 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用途 有 这种小刀一般干什么用呢 小刀就是切平垢 那这种稍微大一点的 比较大一点切瓜呀 切如意性 最大的这个呢 这些家里用那个 剁骨头也行 切瓜也行 这能剁骨头吗 可以骨头 拿在手里还是 你看啊 英吉沙刀握在手里 感觉自己很强大 而且它的看向 还令人十分的过瘾 但重要的是 不要买到假货 怎么样来 鉴别它这个钢口的 好坏 你看一下啊 这个把架刀子没有这样的好 就是假的 这个假的你看 做起来也很漂亮 你看不出来这个刀子 哦 但是很轻很轻 没分量 就是你看啊 这个玩意 你看 确实用确实你看 能削下的东西吗 你看 哦 确实没有 哦 还有铁鞋呢 哦 听老板说 英吉沙小刀多数为弯刀 刀瓣有木质的 角质的 铜质的 等等 无论哪一种刀瓣 英吉沙的工匠们 都会在上边 镶嵌上色彩鲜明的图案花纹 有的甚至 还用宝石来做点缀 这个是铁铁 中间是木杖 这个是不熟钢的 这是鸽子头 鸽子的鸽 鸽头 因为英吉沙小刀 都是手工打质 所以价格也不便宜 最便宜的 也需要四五十块 最贵的 甚至要上几千块 好 行了 成江后猛技长 这是他们的传统习惯 表示大家都很有诚意 再可以交个朋友 只是 那力气用的太大了 这样子 古鲁木齐是中亚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之一 大巴掌里不仅汇集了新疆各民部的特色商品 也随处可见俄罗斯 印度 中亚各国的产品 在这么大的一个巴掌里逛 过瘾之余 也容易感到疲劳 好在这里还有一个汇集新疆各色美味的小吃城 不光可以饱饱口服 顺便还能休息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拿破仑 一个点心 一层一层 搞出来的点心 里面有醋油 羊油 然后奶油 鸡蛋奶子一起做的 他们也只能翻译出来 大概是点心糕点的意思 天知道这些到底应该叫做什么 但这都是维吾尔尊特爱吃的对吗 随便数一数都有十级啊 最好吃的是哪一种啊 最好吃的是哪一种 最好吃的就是 其实了解糕点的名字是次要的 尝一尝他们的味道才是最重要 我以为是法国的拿破仑 哈哈哈哈 25块一公斤 但是好像买的时候还是没有那么吓人 一块才一元钱 好谢谢啊 谢谢 您这都是卖烤串是吧 烤串大小的都有呢 太夸张了吧 这么大一个烤串 这烤的什么 烤串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下李鸡肉 李鸡肉 这么大块 最营养的方 对男人营养的方 这个营养 营养 嗯哦 还有排骨 排骨要最营养的方 但是在营养的 一个人能吃这么多吗 我要从从从的吃到那个 插上铁签的时候是烤串抽了铁签 有点像牛扒的样子 国际大巴扎不仅够大 而且内容也够多 听说这里的新疆歌舞表演 在乌鲁木齐也是一流 演员是来自全疆各地 你们这些队友 一般都是从新疆哪些地方来的 不一样 全是哈石的 和天的 吐鲁签的 伊利的 都有 全是维族 还是有其他民族 维吾尔族能歌善舞 每逢家结婚 都是喜庆活动 都要演唱和舞蹈 维吾尔族舞蹈的内容十分丰富 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Mash Lap Mash Lap的意思 其实就是汉女当中的欢快 他们在跳到兴起的时候 男士们就会上场飙上去 新疆的年轻人平时在聚会的时候 也会像这样飙舞吗 对 那他们两个跳的动作内容有什么不一样呢 穿黑衣服的 满蓝 他有一点那种哈石南疆那种风格 他保持一种比较传统的一种舞蹈风格 Mash Lap这个小伙子他跳的就是比较洋气 他接受这些失联的还是后来那些舞蹈风格 而且他那儿有还有那个舞 他哈尔族就是比较洋气的 排练结束之后 正式的演出要在晚上八点半在宴会厅里去行 在演出前我先要品尝一下大发炸宴会厅的各色美味 一个人来这里吃饭的时候 其实吃自助餐也很合适 照样可以吃到新疆所有的美味 但是他们这里的特色菜让我忍不住 要单独点一份 晚上好 这是我们酒店的招牌菜秋辞烤羊脖 但是看起来有点热 秋辞烤羊脖最早出现在牧民家中 因为当时条件简陋 牧民在制作的时候将羊的脖子胡萝卜洋葱 以及各种各样的调料混合在一起 用泥土包裹一下 然后就放在一种叫酥酥材的燃料里边烤熟 这样不仅来的简单方便 而且好吃营养 在新疆传统理解当中 为了对客人的一种尊重 首先上这道菜 首先要让我们的客人 来给我们开航第一锤 也就是给我们剪彩 用锤打就是剪彩的含义 吃饭之前还得先爆破一下 对 就是这样吗 对 很简单 我敢说仅仅是砸开土包之后 闻到的香味就让人吹咸了 更不用说吃起来的味道 现在已经是上午9点40了 但是街上的店铺还大半没有开门 但千万不要以为是新疆人懒得起床 而是因为这里的时间比北京时间整整差两个小时 他们上班的时间一般是10点 瞧瞧这个天色 在城市公路的旁边居然还有羊圈 但我实在看不出 这周围有什么地方可以牧羊的 你好 这羊怎么羊在这 这个叫做赛马场的地方 原来是新疆最大的牛羊肉批发市场 因为在维吾尔这个传统习惯当中 是不吃隔天斩杀的肉食 所以这些羊都是到了交易市场才会斩杀 并且当天就卖掉了 新疆新疆本的羊 人的羊好吃 这里的每个人都会非常热情的 向你推荐他的羊肉 好像是一个热情标悍的民族 嗯 在维吾尔族所信仰的伊斯兰教当中 是禁止教徒吃猪肉鱼肉和其他的食肉动物的 甚至包括一切非伊斯兰教徒斩杀的或者是自然死亡的生畜 所以牛羊肉就成为了维吾尔族主要的肉食 据说这个市场每天能够卖出去三四千只羊 到了传统的穆斯林节日甚至可以卖到一万只以上 你这羊肉怎么卖的 十七块 一公斤 一公斤 十六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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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同的用处 烤肉串最好是用羊的后腿肉 抓饭用肋骨 而汤饭里一般要放入羊尾巴油 不一样 这是公羊还是母羊 公羊 公羊 这是公羊肉 这是公羊肉 这个是什么 就是鞭子 鞭子 鞭子 羊鞭 哦 羊鞭啊 对 公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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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你们好多 卖羊肉的都把这个拎起来 拎起来吗 这羊肉是好吃的味道好 强得很 啊 虽然市场里堆满了肥美的羊肉 但无论是场面还是气味 都是让我有点难以接受 走到市场附近的小吃街上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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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哎 这里的气温低到零下十几度 但是丝毫的不会影响路两边的人逛街和做生意的热情 甚至他们当中还会有些人只穿着单薄的毛衣 坐在街上和人打招呼 新疆小吃的种类花样繁多 走在街上羊肉串烤包子刚刚肉 甚至连整制的烤圈羊也都被摆了出来 中间的是什么 山羊 山羊肉好吃还是绵羊肉好吃 如果烤的话 一样一样好吃 我可以想见烤圈羊的味道一样是相当之棒 但是在这冰天雪地当中 面前的这一大锅热气同同的小吃 是什么对我来说更激烈 下面这一大块一大块的是什么 洋肺 免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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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叫面费子 里边灌的是面是吧 面 鱼 面和什么鱼 听老板介绍 像这样制作的羊杂是维族人平时最爱吃的食品 这里边除了面费子 还有灌入大米的米肠子 面筋 羊肚 等六七种原料 可以放多一点辣椒 那是什么 大蒜 自然 醋 辣椒 两块是吗 嗯 谢谢 两块钱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花的了 而且这么冷的天气吃一碗这个应该会感觉特别好 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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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历史上曾经有四十七个民族在这里创造了自己的文化 位于具有百年商业历史的龙泉街的新疆民街 是目前新疆规模最大 民族风格最鲜明的文化街 在这里除了可以买到新疆特有的手工艺品 还可以看到传统的制作方法 要是想了解新疆的历史 民族文化 五楼的民俗博物馆则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爱得来丝绸是维吾尔族妇女最喜欢用来做衣裙的原料 而这些丝绸艳丽的秘密 就在于它所用的染料 加工染料的原料除了有石头 石流皮 树根 种子之外 甚至于连吃的东西也可以当作染料来使用 好像是辣椒的味道 也有辣椒面 辣椒都可以做染布的染料吗 这个染成的颜色 是不是这个 红颜色 爱得来丝绸图案的花纹也有相当的讲究 据说灵感大都是来源于古代维吾尔人信奉的萨满教 崇拜树神水神的宗教意识 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些纹路只是巴丹木纹 梳子纹和民族乐器的变形文样 有人说维吾尔族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就是音乐和舞蹈 能歌善舞的维吾尔族是离不开乐器的 在维吾尔族的家庭当中 几乎都有一把叫做都他尔的二弦乐器 都他尔是用桑木制作 在音箱的背面用薄木条结合成瓢状 在饼和音箱背面相有骨头做的花纹 精美华丽典雅古朴 都他尔情体较大 情饼细长 音色柔和乐耳 很适合自弹自唱 您好 您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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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琴弹得很棒 您的琴妈弹得很好 very good 在新疆的这样说普通话 为主人才有可能听得懂 您可不可以教我弹一弹 这样 教我一个 一个指头 叫我弹一个 Dormi Faso Dormi Faso Dormi Faso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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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手好像没那么长 这个 Right E Faso La La C Do Do 维吾尔族的服装是新疆的流动风景 从明街的民俗博物馆展出的服饰就可以看出 在不同地区 维吾尔族的服装都会有所区别 总的来说 维吾尔宗女性的服饰会更加的光鲜多彩 而男士呢 只要从一顶简单的花帽 就能够看出他们是来自哪里 新疆人喜欢戴花帽 从不同的花帽还可以分辨出 不同地方的新疆人 黑底白花的帽子是南疆的喀什人 和田盛产地毯 所以他们戴的是地毯帽 这种红色小圆顶的帽子 是来自伊犁 这是图鲁方案的帽子 是绿的 与服装相比 更令我感兴趣的是维吾尔族的文字 在维吾尔族的历史上 曾经先后使用过突厥文 苏特文 回虎文和查普泰文 而现在使用的 以阿勒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文 属于阿勒泰语系突厥语族 这张纸上的图画文字都很精美 这是文书还是什么 这是一份情书 情书 是19世纪的一个伊犁的一个诗人 叫毛拉比拉里 写给他女朋友的一份情书 他总写180多份情书的其中一份 情圣吗 写那么多情书 这文字是什么内容 查普泰文 是明代到1928年以前 使用的一种文字 维吾尔字文字 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 现在还有人使用这种文字 现在没有 不使用了 现在认识他的人 只有语言学家才认识他 那这封情书上的内容 已经翻译出来了吗 翻译出来了 翻译出来了 是什么内容呢 主要就是 这个女孩是一个地主的女儿 就是这个诗人呢 就是像这个 他这个女朋友呢 就是求爱的一份情书 这种情书 维吾尔族的族谱非常奇特 看起来更像是一株树木的素苗 哈密王家族树形谱系图 为什么会用树来做这个谱系图呢 他就像这个家族呢 就像一棵树一样 越长呢 他越茂盛越兴旺 就是代表他家族兴旺 在这个族谱就代表这个意思 在族谱上 树木的主干代表祖辈 织干代表男性后代 而叶子则代表女性 为什么家族里面的男性名字 在树枝上 而女性是在树叶上呢 这个可能跟这个女性 终于要出嫁有关系吧 那么出嫁了 那就离开这个家庭了 那么树叶呢 也可能到了秋天 它就要落下来 落下来 在乌鲁木齐许多餐馆当中 花样繁多的清真食品 是这里的招牌菜 你好 这是您要的 肥脆梁哈铜掌 请来 谢谢 落后是粗犷的动物 我从来都只看见过 铜掌塌在沙坡上的样子 没想到还可以塌到莲花上 现在我可以让它塌在 我的牙齿和舌头上 在制作的时候 厨师先将铜掌切成小丁 放进锅里 再加入青椒等各色佐料翻炒 出锅的时候 放进事先雕好的萝卜花当中 这样既可以用萝卜的香味 来去除铜掌中的腥味 还能使菜看起来 更加秀色可参 在新疆要吃鹿肉很容易 但是把鹿肉做成工艺品一样的 确实很少见 很浓的一股自然香味 加上这种酥脆的口感 我会永远地记住这头鹿的 晚餐过后 我要去乌鲁木齐特有的 维吾尔族酒吧里疯狂一下 与其他地方的酒吧不一样 这里的大部分客人都是维吾尔族 因此热情洋溢的新疆歌舞表演 永远是这里最独特的风景 跟朋友吵了吵下了 然后到哪一方去呢 他们在这段来 打个朋友 找朋友一起喝酒 还有一点目的就是说 我开心的钱 回公司打电话 老有钱了 然后过来再喝酒 今天属于哪种 开心还是不开心 开心就敬你一杯吧 一起来 来乌鲁木齐之前 语言一直是我最担心的问题 可他们流利的汉语 还真让我感到有点意外 怎么说呢 现在我们维吾尔族学校里面 可能从一年级或者二年级开始 有汉语课 有些人在学校里面就练出来了 那像我呢 比如说我自己 我是名考名 因为我们的单位 我们在单位里面 单位里面少数名字比较少一点 汉族人比较多 所以从小一块儿玩长大的 全是汉族人 也许是我用这种方法来练出来的吧 所以说汉语比较少的好一点 标准一点 这样的酒吧在乌鲁木齐属于中档消费 所以在当地人当中很受欢迎 热情的维吾尔族朋友 也绝对会邀请像我这样的外地游客 故意去 整个这张报纸上我只认识四个字 那就是汉语的参考消息 这里不管是媒体也好 商铺招牌也好 道路标志也好 一般都会有汉语和韦语两种文字 我真想知道在这种环境里的维族人是怎么生活的 今天我要拜访乌鲁木齐一户普通的维吾尔族家庭 你好 打扰您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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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家主人名叫南迈提 是乌鲁木齐土生土长的维族居民 与汉族相比 维吾尔族的家庭布置充满了民族特色 墙上悬挂古兰金 地上铺着精美的地毯 还有他们认为象征圣洁的水晶饰品 摆满房间的每个角落 维族人热情好客 喜欢聚会 只要有时间他们就会把朋友亲戚请到家里吃饭聊天 与他们在一起很容易就能打成一片 维吾尔族的老人家平时业余的时间都喜欢哪一些娱乐休闲的活动 这个大坡 都他 有时候跳过我 高兴高兴 新疆是全国有名的长寿区 维族人更是以长寿文明 那麦体家就有一位百岁老人 我老婆的爸爸妈妈就是一百岁了 今天夏天已经来过了 他还结婚了 一百岁结婚去了五十岁的老婆子 他坐飞机来到我们房子 待了一个月 他没有拿公司 自己 我坐的那个山路嘛 他山路爬上去了 自己 下去了 一般的城市里的维吾尔族家庭有几个孩子呢 两个 这是政策规定 两个孩子 那您的孩子有多大了 我的孩子落大是大岁的 上学您是送他们上的维语学校还是汉语学校 我落大在汉语学校 您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汉语学校去呢 现在的那个 就不动 汉华呀好 汉语呀好 啥事搬不到一样的 无关于我们在新疆来说 他封印工作的话 他如果不动汉华 也汉语的话 他收不下他的工作 对于像南麦体这样的城市维吾尔族家庭来说 对孩子的教育都非常重视 他们也会接受其他文化和语言的教育 但在家中 他们则会尽量保持着最传统的民族生活习惯 离开这个和谐美满的家庭之后 我要去乌鲁木齐的清真寺开 这个寺叫个山西大寺 他原来有山西过来的一些穆斯林 他们建的 建筑的时候 他放到这个山西这个地方的寺 清真寺修建的 因为山西这个寺嘛 都有1000多年的历史 将近七八百年纪的史的史比较多 它是一种中国的一种布殿式的 陕西大寺修建于清朝 整座建筑采用了中原传统的砖木结构和琉璃瓦顶 虽然一派汉族风格 但装饰却是地道的伊斯兰布貌 我们在这个殿里呢 附加了一些我们的有关尊教上的一些 这个古兰经的一些章节呀 鼓励叫人们来尊重这个清真寺 修建清真寺的一些这个 古兰经的一些章节在里面 像我们看到的这个门两边 像对联一样的装饰 是不是就属于这种经文 就是这种经文 清真寺作为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参观是有严格规定的 不能穿戴有人物和动物图案的衣服 而女性更是严禁入内 新疆的特产很多 但最值钱也最值得买的东西就是和天玉 如果在乌鲁木齐能够买到一块适合自己的和天玉 那一定会是一件值得收藏的真品 要买和天玉的话 怎么样来判别的品质的好坏呢 一般判定它好坏的话 首先看质地 像天然的那个和天玉原料都有生长纹 生长纹像这种 就生长纹比较多 是当中这些像棉花絮一样的东西吗 对对对 还有水线 还有裂纹什么的 就生长纹和这个水线越少的越好 那这三个里边 像这个质地就相当好 很干净 很纯净 的确是看不出什么东西 对 对 新疆自古以来就以产玉而闻名 其中又以和天玉的名气最大 按照不同的颜色 和天玉共分为七种 其中看起来像阳制的阳制玉 是和天玉白玉当共的上品 世界上仅仅在新疆才有这种矿藏 一般从形态上原料形态分三种 一种是一种籽料 含一种是山料开采的 再一种就是最后一山料籽料之间的 成山流水 紫料是由于地震将山料带入河道当中 再经过几千年的冲刷形成 其中经过氧化的部分 会形成一种叫做皮色的东西 这种皮色在加工制作当中 是一定要留下来的 但是这块山料上面好像也有一块 这种糖色 它是在这个浴室中间包裹的外面的 这种糖色一般就是颜色不是很漂亮 做的中间就把它去掉 尽量去掉除非巧色做它 这个氧化层的下边还是纯白的洋纸 现在紫料的开采已经越来越困难 一块拳头大的紫料往往需要十来万元 而山料的价格只有紫料的十分之一 如果冬天来这儿不去一趟天山的话 那肯定要后悔 不管是滑雪骑马还是看风景 那种享受带来的回味都是无可替代的 从乌鲁木齐到滑雪场十分方便 市区里许多地方都有搬车 路面也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样难走 再往前走就是南山的水汽沟滑雪场了 看到那种漂亮的山脉 我一点都不后悔 今天起了一个大早 做这样的车区 大概每个人的收费是六到七十块钱 而且会有一顿较为丰盛的午餐 以及租雪具的费用也包含在其中的知识 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到了距离乌鲁木齐四十多公里的水溪沟滑雪场 早上好 你好 那么多雪具 这有多少种 这个有单板 有双板 有爬裂 有雪圈 我从来没有划过雪 用哪种比较合适 对于初学者最好是把雪圈 雪圈没有危险 用七十轮摊杆 对 你直接坐上去 那个他不刺激了 这个吧 这个也可以 但是有人教吗 有人教 我用什么样子的雪具比较合适 你现在去穿你自己配套的雪具 你现在穿多大鞋子 然后配套 我四十三码的鞋 现在你穿四三的嘛 四三的鞋子 三的板 除了需要专用的雪具之外 专用的眼镜也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在雪地里长时间停留 容易得雪盲 我先前以为自己还有一定的运动天赋 但是没想到我的天赋 是体现的摔跤上 刷了一跤之后 我已经是手无寸铁了 刷了一跤之后 刷了一跤之后 我的装备 我的羊 我的羊 羊还在 来吧 骑摩托车的时候 我想不会像滑雪的时候那样丢丑了 夜宿天山将是令人兴奋的体验 而且一个人只需要五十块钱 当然不包括地道的哈萨克美味 终于可以保护起来了 也是开吃饭的时候到了 你好 你好 这是我的哈萨克朋友 新朋友 今天可以吃到你给我做的菜 是不是 是 熏马肉和手抓肉 是哈萨克的传统风味 熏马肉是用一种叫做缩缩材的木材 熏制而成 在吃的时候 只需要加入一些洋葱 就能够吃得很爽了 手抓肉的做法 与维吾尔族不太相同 哈萨克的手抓肉 切块比较大 煮好之后 加点食盐 就肉鲜味美了 这就是你做的手抓肉 嗯 太棒了 该怎么吃啊 是用手抓 不是 都是 哈萨克族吃手抓肉 都是用刀子削着吃 但有一点一定要注意 那就是在削肉的时候 刀锋要朝向自己 不要让主人看到 你在吃肉的时候 他用刀子对着它 这些羊啊 马肉啊 都是哪里的 羊是哪里的 自己家里 您家里的 就是羊在山里的这些 听库纳西说 他们喝酒从来都是用碗 而且要一口干掉 一次干一碗 不是哈萨克人 可不可以 少喝一点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那我敬你 谢谢你做这么好的 抓肉给我吃 我敬你 敬你 敬你 只知道玩累了 先找个地方睡一下 没想到 我睡的这个房子 还真值得多住几天 本以为山里边的积雪后 会比市区要冷很多 没想到来这儿 太阳一出现的时候 会格外的暖和 甚至连手套都不用戴 来天山玩的人 一般都会要尝尝马背上的滋味 何况 还是在这样慢慢的血缘当中 您这马怎么租的 20块钱一小时 20块钱一个小时 嗯 吃饭 这里的人都很实在 一般都会给你报十价 这样也省去了 讨价还价的口舌 那好 就这批了 好 啊 驾 走吧 去往山上走 还能够看到些什么 去从山上走 看到松苏嘛 看到山嘛 十周山 原来以为在天山的瓦 都是哈萨克牧民的 没想到来这里做骑马生意的 大多都是内地人 我是建树人 建北的 那什么时候到这边来的呢 嗯 我是七八年来的 家里人都在这边 还是在老家 嗯 有山口人在这地方 您是江树人 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嗯 我们老汉在河山探药上 现在下来种地了嘛 去嘛 看上去都很近 但是实际上走过去的话 还要花很长的时间 虽然我知道山的那边还是山 但是山外的山会更漂亮 驾 其实来乌鲁木齐的收获又何止一个漂亮两得 更多的是我获得了一份好心情 它不但来自这里开阔的美景 阳光下令人兴奋的雪地 更多的是来自于不同民族的朋友 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善良友好和热情